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下眼皮轻轻地碰触 睫毛轻轻地相处 感觉好像我们晚上快要入睡的时候 那么轻松 舒服 都忘掉了 我们静坐的时候都没有用肉眼来看任何画面 我们完全都是用心体会的 然后我们就舒舒服服地做 现在是大家放松的时间 是休息的时间 那么我们舒舒服服地做就可以了 要单盘 散盘 坐椅子都可以的 只要我们感觉做下去了 可以做得久 不容易 酸 鼻 麻 痛 这样就可以了 如果我们做到一段时间 有出现酸酸麻麻的感觉 我们也可以再调整没有关系 慢慢来 现在我们都没有跟任何人比较 也不怕慢 因为静坐的重点就是失败 所以失败字 当我们知道它很重要 我们就应该以失败为静坐的中心 也就是说 从手顶到脚底 哪里紧绷 哪里不舒服 我们现在 有不由重重紧紧的感觉出现的话 我们就调整一下 从我们的额头开始 额头放松 没头 也跟着放轻松 没尖的肌肉 也放轻松 我们也会让我们的颜色 鼻子 鼻子 嘴巴 两边的脸颊 也都放轻松 我们也会让我们的颜色 我们稍微给自己一个微笑 让我们脸上的肌肉 更加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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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颈部也放松 领车肩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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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稍微观察一下 是不是在无意中提高上来 如果有的话 我们就慢慢调整 把它放轻松 手臂 手腕 手掌 直到我们四肢 手指头 都完全 放轻松 胸部 腹部 背部 背部 也是刚刚好的 挺直 没有太直 也没有太松 我们先以自己的身体 当作我们的老实 也就是说 身体 会告诉我们 什么叫做刚刚好 因为如果背部 太直的话 我们身体 就会感到紧绷 不舒服 但是如果 调得太松 也会让我们容易 浑沉 容易打瞌睡 所以我们调得 刚刚好 要不认真 要不认真 放松 两只脚 大腿 小腿 直到十只 脚 脚指头 都完全 放轻松 现在我们的手 怎么放 脚怎么摆 都无所谓 都没有关系 全身 轻松 两只脚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来 深呼吸 两三下 增加我们轻松 舒服感 我们来 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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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喜气 然后再慢慢 的 吐息 再一次 追神 追神 的 喜气 然后再慢慢 的 吐息 吸气 的时候 身体的上半身 就会稍微 膨胀 气的重点 是直接到 腹部的中央那里 然后当我们吐息 的时候 我们可以 发现 内在的紧张 所有的压迫感 我们全部 都可以把它排出来了 再一次 吐息 追神 追神 的 是 是 然后 然后再慢慢 地 吐息 感觉 轻松 失败 如果我们调整 身体 调得 恰到 好处 的话 我们就会 发现 自己 感觉 好像正在 穿着 柔软的 衣服 一般 很轻 很柔 然后我们来 试着 想一想 现在 自己 感觉 好像 正在 坐在 宇宙的 中央 那里 在宇宙的 中央 那里 都没有 任何 人 事物 只有 自己 一个人 正在 坐 着 休息 所以 因为是 休息 我们可以 把所有的 负担 所有的 关爱 暂时 放下 我们也可以 跟外在的 世界 完全 隔开 也可以把所有的 念头 全部 都放下来 当我们 懂得 放下 自然 而然 我们可以 体会到 放松 从 放下 可以体会到 放松 身体 放松 心中 放下 在宇宙的 中央 那里 这里 是属于 我们自己的 空间 我们的心 感到 自由 自在 的 感觉是 轻飘飘的 舒舒服 的 然后 我们试试看 如果 那一位 可以把心 宁静 定在 身体 中央 点 的话 我们就 把心 放在 那里 我们 大概 大概 就可以 不要 那么 准确 的 位置 大概 大概 就可以 也 就是 差不多 在 腹部 的 中央 那里 把心 宁静 定在 那里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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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我们 把心 安放在 身体的 中央 点 自己 也 会 感觉 到 我们 我们的 心 已经 回到 自己的 家了 在 这里 我们 可以 完全 的 放松 一旦 一旦 碰到 身体的 中央 点 感觉 感觉 好像 我们 正在 枕着 柔软的 枕头 一般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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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把心一直宁静 定在这里 失败 失败的做 感觉把心放在这里 多久都没有关系 因为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体会到安全感 可以体会到来自宁静的快乐 失败 失败的做 现在我们不想把心放在其他地方去了 只想把心一直宁静 定在身体中央点这里 失败 失败的做 哪一位想默念圣号也可以 就看个人的 哪位想默念一下也可以 sammara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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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静 定下来都可以的 我们就以轻松 失败为主 那么接着就请大家各自练习一下 haham 我给你 rove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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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生在佛化发生的阶停 有清净的身、口、意 终身行善 一点恶业都不要去照 也愿我们 终身只教善有 没有教任何存有 远离一切恶人 愿我们 色身材、减材、能力材、圆满 方便修工德波罗蜜 也愿我们身体健康 长寿 智慧增长 早日征得内在的发生 然后我们就把今天所修的功德 供养给每一准正等正觉佛陀 每一准平均之佛 每一准平均之佛 每一准阿罗汉 回向给我们历代祖先 以及过世的亲戚朋友 然后 Sappaputtanu Phavena,Sappadhammanu Phavena,Sappasangkhanu Phavena,Sathasotthi Pavan Tukte 请大家以最发喜的心,互相随喜功德,Satthu 我们继续听个案研究 昨天讲到这里,四神族总共有四个 就是有遇神族,情神族,信神族,还有观神族 然后我们讲说,四神族其实就是成就的基础 对吗?我们遇神族就是我们要先想要,想做 第二个就是情神族,就是用功努力去做 信神族就是要专心做 然后观神族就是要观察 比方说,如果我们打坐 大家第一个要先想打坐,对吗? 如果你不想打坐的话,你就会来坐着发呆 就等时间一直过去,对吧? 所以你要先想打坐 第二个,想打坐,但是不做可以吗? 也不行,自己也要用功打坐 但是如果你一来用功打坐 比方说,一天坐五六个小时 但是心都在外面的 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有关恶鬼 有一个恶鬼他看到一个园亭里面 当有人到了晚上 他就进去园亭去休息睡觉 然后他们就找了自己喜欢的角落 然后就躺下去了 这只恶鬼呢 他喜欢整齐啊 所以他就看了这样 所以不行啊 所以不行啊 不好看 我要来整理一下 他就怎么样呢 就拉 就把每个人拉进来 拉来 然后呢 他就看 现在 脚一样平了 然后他就正在满意的时候呢 他就走去看头 一头不是一样平啊 不行不行 拉头拉头 拉头又去看脚 哦,脚又不平了 整个晚上都在拉头拉脚 好,我去问大家 这只恶鬼他缺少了哪个神族 一二三四 可以把答案传过来 一二三四 他为什么做事做不成功 啊,对,大家都回答的正确 是四哦 蛤,有三呢 是哦,是 因为他 他怎样 他想做,对吗 他也用工作 而且专心做 但是他没有观察 我做的方法对还是不对 大家对这个四神主 大概有概念了吧 我们继续看 为什么我与弟弟才会 主我偏头痛 我静坐时才会痛 弟弟是随时都会痛 龙帕回答说 其实跟前世的业障没有关系 都是今生的行为 也就是说 静坐的时候啊 个案研究主人特别认真 太认真了 过度认真 所以才会让自己头痛 但是有关他的弟弟 因为他认真读书嘛 也是过度认真了 一样头痛 解决的方法 然后就跟他们说 要找时间休息 静坐的话呢 就以轻松失败的方法来做 而且要安排时间做运动 然后他问有关他的朋友 他的朋友也是可以到日本那里去读博士班 就是拿到奖学金 但是呢 他跟个案研究主人不一样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个案研究主人他有老师支持 他住在日本的环境也非常好 跟他的朋友不一样 就是不只是老师不支持 也会跟其他同学发生冲突 而且呢 他对佛教有一点不了解 就是不相信功德啊 所以呢 他要找依靠 他的依靠是什么 是护身符 你们知道这个吗 是在日本流行的 日文叫做 Omamori 就买这个护身符 然后 当买来了 但是没有效的话 他就怎样 如果是我们的话 我们可能就说 那这样 这个东西是没有用了 但是他认为 应该是过期了 护身符过期了 所以还要再一次去买 就是很迷信这个护身符 我们来看问题 我的朋友为什么读书历程比我苦很多啊 缺乏人支持 而且与他人发生冲突 龙帕回答说 因为他缺乏了一种法 叫做 不好意思啊 比喻让大家 眼睛从大变小 有谁在想睡觉吗 叫做四色法 有听过吗 四色法 什么叫四色法 就是这个法如果有了 可以跟人家结善缘 第一个就是布施 就是你要跟人家结缘的话 你要懂得布施 像我们台北分院这边 以前有一位龙癖 他的生袋里面 一定有很多饼干 然后当他去上课 或者去哪里啊 他就会去发给人家 等到他需要帮忙啊 大家都乐意的 愿意去帮他 所以饼干很有效 不是布施很有效 然后呢 爱语 爱语就是说善言 讲善言 讲好听的话 但是事实的哦 就是讲好听的话 事实的话 人家也喜欢听嘛 第三个就是例行 所谓的例行就是 如果人需要帮忙的话 我们就帮助他 然后帮助他 同事就是 我们要做好自己的责任 也就是说 谁当爸爸 就做爸爸的责任 然后尽责任 谁当妈妈 谁当同事 就尽责任做这个同事 从头到尾 以前怎么好 到现在也是这么好 这个就是同事的意思 大家可以观察看看 我们有没有做到 如果要跟人家 结善缘的话 解决的责任 这个方法 龙胞还是强调哦 他要修那个四色法 才能够解决问题 无论是跟老师 或者他的同学也是一样 什么也让人一样 读博士班 但是获得老师 与同学的支持 却不一样 就是四色法的关系 所以今天我们有 学到了两种法 第一个是什么 是神族 也就是四种成就的基础 另外一个就是四色法 能够跟人家结缘的四个法 先到这边 然后我们明天再继续听 今晚会祝福大家 祝大家身心与外生命光明 早日正得内在的法神 祝福大家 谢谢 晚安 明晚 明晚见